美国媒体无论哪一家 通通在讨论川普弹劾案 纽约时报更在社论 只用弹劾一词作为标题 媒体民主党群起围攻 参议院甚至开始呼吁传唤 直接知道川普犯罪的四名人证 当中也包含前安全事务顾问波顿 而就在18号众议院要针对弹劾条款 做全院表决前夕 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 公布一份658页的完整报告 罗勒川普的恶行恶壮 眼见众议院找麻烦 川普只能继续发推特讨温暖 因为过去亲共和党的媒体 福斯新闻新数据民调显示 有50%的民众支持弹劾 41%反对弹劾 而这当中有53%认为川普 透过职权滥权 另有48%的比率认为川普妨碍国会 让川普只能再抢 民调根本不正确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弹劾案让民主党捡到枪 在初选苦无耀眼猩猩之际 先拖延时间 同时给川普重权 三立新闻等我报道